開放 九年秋期的開發其實動漫 因為毛衣目幹樹皮 沈水豬柳瓶 其實我們在九年後 是太前往母綠 Hell boys有什麼雪山山脈 走到水底 太部分 全部部分 大汗溪 節流 所以我們覺得 這件事不太前往 不過種茶 微酸性的土地 來種茶是最好 它不是強度的水 所以要做茶當中的這場菜 不同的石頭種茶有不同的歷史 日本人來日後就開始推薦 通路徑的茶尤其做縫茶 跟軍民政府來台日後 就引進摩洛哥綠茶做綠茶 為何又引進日本的檢查 又造成外銷另外一個高峰 所以大家實在有高有待 但是通路徑種茶的事情 在清潮開示 在日本市的國民政府 都在當中的選項 民國七十年左右 全部的茶農沒有行銷的概念 所以茶別不出現用 很便宜 也沒有很愛的方法去轉業 所以民國八九十年以後 拿茶藏的生產就開始慢慢落下 拿著變到風天那麼多 總共長的產業種 每一個大量的ループ 還要慢慢落下 結果 希望能夠重新來振興我們的茶業經濟 所以說這個建設 他叫茶文化公司 從北風九年之後就開始去 準備到今年的北風九年 生意年十後開始做了開工 我们的茶文发工 在其他部分的主审 其他主宾的客家茶文发的展览 因为有福尔摩沙茶馆 有六国茶室跟茶廊 其他有商店街 其他主宾有中西餐厅 这部分都安装的工作的主审 希望我们的未来 不管是否否否否 主宾的茶文发工 来为了解我们的茶文发工 和客家人的主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